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物古蹟辦事處 畫無界 容無限 無象古蹟畫菜的網上盜賞 我是古物古蹟辦事處的Ringo 大家見到我身後的這座紅磚建築 就是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辦公室 它以前是一間學校 時間回到十個世紀末 在香港住的外國人和他們的子女越來越多 尤其在九龍這邊 對於興建學校的需求就越來越大 1900年 富商河東捐了15000元 資助香港政府在九龍這邊興建學校 於是政府就在尼登道136號 即是大家現在見到的地方 興建了這間九龍英雄學校 學校在1902年4月19號正式落成啟用 學校最初只有校長和教師 一共三個人 但學生就有大約60人 由5歲到15歲 後來 學校不斷發展 更增建操場和課室這些設施 到了1923年 學校改名為中央英童學校 開始改收中學生 後來因為學生越來越多 地方不夠用 學校就在1936年搬到何文田 之後就再改名成為今日的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學校遷出之後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就在1957年至1991年 租用了這個校舍 提供教育和門診服務 前九龍英童學校是現存 香港歷史最悠久 為外籍小朋友而興建的學校建築 1991年列為法定的古蹟 復修之後就變成了 今日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辦公室 現在就讓我們由外到內 認識一下這個學校建築的特色 這棟建築物是由英國 著名建築師樓 巴馬丹娜設計 他們在香港代表作 還有第二代的匯豐銀行總康大廈 和香港會所等等 講回九龍英童學校 是屬於維多利亞時代的紅磚建築 學校戲在高台上 由三棟紅磚屋組成 主樓基本上高一層 外場突出的部分叫扶壁 用來支撐建築物 它還有尖頂拱和置疊 可以令建築物看起來高一點 增強視覺效果 是哥德式復興建築的風格 英國一百多年前的建築物 很多都有差不多的設計 不過當時學校考慮到 香港的氣候環境 是比較潮濕和熱的 所以學校又加了很多 本地的建築元素 事不宜遲 讓我們深入了解一下 它的建築特色先 首先 對著尼敦道這邊 你會見到一個 雙峽式的樓梯 在香港是比較少見的 樓梯分開兩邊 再通去同一個平台 上來平台 我們就會見到很多 本地建築元素 為了配合香港炎熱潮濕的天氣 建築物有很闊的走廊 很高的樓底 還有長方形的綠色白葉窗 和金字形屋頂 可以加強通風和遮擋太陽 至於屋頂選用了中式的金字瓦頂 當時香港有不少的西式建築 都採用了這種金字瓦頂 例如香港大學的梅堂和儀禮堂 你們將來經過都不妨留意一下 講回整個建築的結構 大家會見到地上這層的走廊有尖頂拱 以凸出來的扶壁支撐著 樓上的走廊是由肩頭形狀的肩形拱組成 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會比較多裝飾 我們叫這些做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呢 給大家一些提示是跟顏色有關的 為了跟紅磚作對比 很多的裝飾都是白色的 例如在建築物的頂部 會見到剛才提過的字疊 白色圓形窗 金字形屋頂上的白色橫線 欄杆上面的圓洞 建築物和屋頂之間的白色天花線 以及建築物上可以見到尖頂拱的門窗 看完這間這麼漂亮 有這麼多故事的古老學校建築 想了解多些尖沙咀的其他故事 記得留意股物固跡辦事處製作的短片 拜拜 拜拜